斗數很難學,很難學 在學習過程中,每樣學術都要付出一些 不是代價,代價是時間和行心 但我講書是講一些重點之餘 我是比較生活化 因為我覺得是紫微斗數 我為什麼會著重紫微斗數 不是說八字,我不懂 我覺得紫微斗數比較常人性化 很人性化,很生活化 你要了解一個人 了解一個人的特質,長處,高低運勢,所謂吉空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你好像博洋聰一樣 知道人的內裏的特質和性格 明白嗎? 是看得到的 幫助你什麼 了解你老公,收還錢 子女的長處 譬如說,讀文科、理科好 子女對她的助力如何 上司朋友、客檔如何 對她的助力 太太的相處好不好 和丈夫相處好不好 我適合找些什麼人 然後,賢仔又說 我看女朋友 她是比較常感性和鼻性 要送LV還是這個 缽仔糕可以 不要笑 真的有些本 她真的比較常 是物質化的 你哄我可以 你去那層樓 是嗎? 拿車來笑 是的 是的 不是的 一是說 哄我,我有個心 我心意状 我很辛苦 去買個缽仔糕給你 貴不貴 不貴 但是很寧情 很寧情 即是有些人說要物質 堅案物質 有些人堅案是感情的 有分的 子虎妮保相的架構來講 就是堅案物質的 和這些人比較上行動派 那些人是冒險派 那些人是有 不是說那些人有實力 其他人沒有實力 那些人比較上特色來講 是比較上power些的 是做的 實幹的 而基於同僚的人 就會比較上 是建立思維 適應力強 但不是代表行動力強 明白嗎? 是 往往來講 我們分了兩大類人 即是等於總碼 我們看一看 由讀者來講 他說 喂,現在我老公失業 我剛剛今年生了兒子 現在我也沒有事要做 這樣 現在我們會什麼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好啊 很久了 我在那個學生裏面 我又問他 一看這本 為何他會這樣問 為何他會這樣問 沒事的 到熟了的時候 沒有偶然 這些本裏面 必然 是會出現這些問題的 他在大方向裏面 已經出現這些問題了 容易出現這些問題了 他不會說我現在 即是說 合作如何 這些 他工作來講 但凡這些格局 這些格局 這些格局 有沒有大家看過 志明有數的書 有沒有 有沒有 大開 有 巨門說什麼 巨門說口善的 說口很厲害 在初班裏面 我都講十四正要 但講的時候 一到中高班的時候 又講格局的情況 但是不用死記 聽書 我都笑了很多 但是聽書 巨門 在神術公鬼來講 這些人 比較上 天同巨門 暗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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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人比較修煉修創 還有很多時候會抑鬱 閉毅 不同人講 會修煉少少 但看一個人 我就說 教授我 看一個人 他聰不聰的話 看什麼 本身來說 我們叫做 明工 事業工 和財伯工 這個是三風四正的東西 即是 你自己本身那個 聰不聰 你本身有什麼特質 這樣看 但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是看這件事 福德工 是福德工 內心的世界 就是等於我看一個本 他曾經跟我說 他說 想自殺 然後 他又給了一封遺書 這個又是 某導演那個 同事來的 同事 很美女 好像某 某藝園 很美女 他就是 他說 我死都要做 三紅鞋 然後有遺書 他多謝我 他真的多謝你 我想不死 我理性 我明白 但我真的不看得我老公 美國前夫 我一定會死給他看 我一生一世都記得我 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有的 很執著 但凡我講自殺的 阿賢仔 重視什麼工位 自殺 自殺自殺 什麼工位 感受上的工位 是內心世界 衝不出 看不到希望 鑽牛角 知道我們有些 明白嗎 是福德風的位置 但若果 你說我要 什麼 但是你說 他容易有意外 那些看什麼 看命空前不空 還是要看星 我就是看到他的情況 我看了本 我說這個不自殺 感情出現問題 很批著 塞著 他說 我看過兩個師傅 一個蜜當當 一個蜜死贈 他說 他很熟 他很熟 他說 空乾透 什麼字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沒事 就說 又說他什麼什麼 我說不是 這本 真是要註明殺的 他說 是阿師傅 待會我們講 一會我們講 一會我們方向 帶領他 是一個希望 身為一個 我們原本的工作者 就是 有個時機是朋友 或者是客 很信任 然後 我很討厭 那些人 就說 你的鼻撐得這樣 就不停了 你的耳 然後 就衰了 這樣 然後 然後 沒有希望 你說怎樣 不是的 我們講在一個可行性 裡面 怎樣令到他覺得 在這個客人裡面 能夠度過了這一關 我看到很多客人都是 進來看我 很開心出去 很感謝出去 在一個不同的環境 我們不要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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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不是李嘉誠 那樣 明白嗎 我們不要對比 但問題來說 我們一定教他 既要行的這個運 裡面 有沒有方向 有沒有方法 我教了他 他一直講 跟著來說 他說 我很明白 還是不平 我死的 但你想 görd me 這是我最不開心的 我最不開心 另一個 就是 我真的是 真的給了他們 這個報 Klar Il 他真的這樣寫,貴過生日的時間,我死給他看 哇,我真的傷了,我真的傷了感動 你那麼衰,你有沒有價值,你近的生命 因為我看過本書,過了這一刻 近來我們多次看過魂,就算看法治也好 你過不過得到,我們講過很多死、生死的朋友很多 但問題來講,有些人就要打風雷劈才傷一傷 有些人吹一吹風雷劈就有事了 明白嗎,但他有同一個說,我們是膠尖一些跌起 一些胸象會看到的,但問題來講,你是怎樣去捉國強 怎樣去捉這個位置,明白嗎 另一個就說,他又是想死,沒有死到這個 我跟他說,你不要死,你有兩個小孩 看完之後,我追回他,給錢給他,我說,我給錢給你 他說,不行的,你收回我,我收你20元 其他幾個小孩有1成2元 然後,很久他打電話給我,都要去菲律賓 為甚麼?他跟我說,我去菲律賓 因為老公突然買保險,他就做保險 突然停了買保險,他就停保險的時間 就是這樣,那個老公在菲律賓的時間,潛水認識的 那種情況裡面,我就去他生日的時候 我去他當地,潛水死回去,我特地找個用器 我沒有用器,我就想過,我看的一般情況,你有事 另外,父母公有事,你媽媽有事 我來故事,你做他兩個小孩,就這麼年輕 我去到真的,他答應我說,不要去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一個來的大學都說 我去不回老公,去到他之後,我害怕 我真的太多了,但回到來,很久他就說 我去那裡有人抽起我,即是老公大那隻鹽,抽起我 因為水底,潛水喜歡死的,因為老公在菲律賓 潛水認識的,故事 沒來,我聽到媽媽在香港病世,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有多次有管理常見到的 有這個空危,但跟你說,不是有空危一定會死的 不是一定的,還有那個自殺,我也是的 他過了這個運就沒事了,明白嗎? 很多時候我們看那個高低位,我們認識一個 聲尿裡面的情況,好像這些來說 他工作問題,你不用審的了,我們看來講 事業,事業工,沒有靜聲,有的,天華 動吧,教你聽,動吧 天璣泰陰,天璣泰陰,這個位置天璣紅色化拳 泰陰這個來講,就是他老公的一個 大家的相處的感情 相處的感情如何,他的質素如何 他的運勢如何,大家的相處是什麼態度 但是當這樣的情況,基因是很浮動的 但凡基因很容易,即是說會轉動的 感情不會這麼commit的,未必這麼commit的 那你好幾條劑,還有一個文昌化波 文昌化波的話,其實來說 他,文昌化波,這個對著這裏 對著他來講,整個架構裡面的天馬,天才 文昌化波,這個組合,應該就是專業人士 至少他不會做一些粗粗粗粗粗,不是那些 因為他基因同量的架構,以及基因是講獻計食老 不好的地方來講,情緣容易發脆 為什麼? 他是一個天馬充氣的人士,但情緣容易有問題 當然,有一個類型的,但是這個人來講 巨門,天童,這個人來講,是容易 變成陷阱,都不懂得出來 即是一個人是醒目度不夠高,醒目度不夠高 那個事工裡面,空工,即是說這個人的工作裡面 容易是做事變動,一個行業是不夠尾 他明明有些人是這樣的,只多做兩個行業而已 做了一輩子,或者一輩子轉個兩次空 都是一行,有什麼人? 有的,有些人不是的,做了幾行 四行,四行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人是走一跌跌的,有這樣的情況 怎麼應發的?這些就是這樣的情況 另外,行運來講,令到他的記性 文昌和天才,在講有時是專業上的 有記性來衝他,是叫做大家的簽約 他停了,終止了 文昌和文書的東西 文書的東西,即是說,文書天才 這個人聰明的,做了一個專業的 但專業的時間可能要走一跌跌的 他去大陸走一跌跌的,但問題來講 這個運勢,他走這個運 月備大運,月備大運,這個來講 這個來講,禦機靈之陰,太陰化技 你做來講工作一定沒有變化 一定會變化 所以不要偶然去問這些事情 我問到那些學生,我學了一段時間 我現在派這個筆,已經看過,想看過 現在過了一年紀老,你不記得了 現在沒有掛完以後 他說為什麼要先去問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先去問這些事,不要吐嚴了這些事,不要吐嚴了 我知道很快地,就快夠時間,很快地 這個,這個讀者來信,北京來的女生 她說,很多謝師傅你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下面我想請教你,我情路上一直是這樣 所以人家生不如死,一講生不如死,想死,就看回一件事 她這個兇公立命,人容易迷失,容易是沒有方向 另外兇公立命是不重要的,對方那些冷靜的聲音給我便行 但不是,她是這樣的聲音,同音笑什麼 為什麼,不是一樣的同音,天龍太金的人是有情感的 是容易很情緒化的,對一些事的反應來的很激烈 哎呀,我們吃東西,哎呀,那天看不到人好戲了 很容易情緒波動大,這種的聲系來的 當然,希望她能夠回到一些吉星,好一點 但是問題來的,第一個,福德宮裡面,這個福德宮 剛才說的什麼,內心世界的東西,內心世界的東西呢 有文福化妓,文福化妓,再撞到太陽,走運走緊的運 我又是回到唐仔了,唐仔,這個你們看過了 是假的時間,我問你,這個盤,為什麼她問這些問題 答不答我,為什麼她問,沒有偶然的 你一定要看斗數,就不要讓那顆星嚇驚了 這是什麼架構,本身是什麼架構,有什麼特色 大運行什麼,就沒有,唐仔很流行的 根本是什麼連行到哪裏,所以她什麼什麼,錯 中洲派的斗數,是說行星過功,星的特性 星的特性,等於你的兴功立命人的方向 這個問題,這些同音呢,你堅堂是小孩子,派音是女孩子 她的情感情緒很強的,漂亮嗎?漂亮,同音在此後 必然漂亮的,我見到一個客人也是同音的人 她看周刊,她說,師傅,我一定會找你,是否對你的 她來講,她是一個挺貌美的女孩子,要我跟她看風水 也是同音的人,但這個兇功立命是同音呢 她必然容易有懲困,第一 第二,按照懲困的方向去看的話 你說懲困的話,我們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位 是索取不同的訊息的,現在說懲困 懲困的話,福德功裡面是兇功,而且有文功 文昌文曲一對聲在這裡,左腹右拔一對聲在這裡 這些這樣的聲謠,昌曲一對,文昌一對,左腹右拔一對 左腹右拔一對,但乏落了命,福德功的 那些人很focus in,很focus in 很多時候是覺得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是大多一切 明白嗎?現在走到這個混淵的時間 遇過男人好不好?這個混淵的時間 對著太陽對面,除非是外地情緣 但外地情緣未來好,因為你看文昵化記 我們叫做,你有沒有記得嗎? 文昵化記為第片,文昵化記為第片 很多時候容易,這些星太陽沒有太大 為甚麼?太陽有活力,有強度,有勤力,有照顧 但在新宮開始落山,開始落山 所以說,他未必遇到那些男人那麼好 再加上,在一個位置裏面,有一個靈性在裏面 那些殺聲比較重 所以說,他沒有偶然,在感情裏面會這樣 走過運裏面,所以學生來說,看這些 很快地地看回這個本,為甚麼他有特色 為甚麼他有這樣的東西,沒有偶然地問這些東西 這個有一個客人,有一個導師 導師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客人 在亞洲很出名,很擔心跟我說 我兒子突然遭受官司,不知有沒有事 就閉手吧,不知下個月還是這個月半 問我有沒有事 我問給他才知道,原來這一個 那裏我考過學生的,我考過學生 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出現了這樣的想法 為甚麼他有偏向這樣,他這個是臉無癖 有沒有人聽過,在那個… 就是040年有時候,電視賣光電視的,上了報紙的了 臉無癖的,有些人在網上拿到這些,然後炒了一大堆東西 有很多人,有觸犯不觸犯的東西 他們是其中一個,所以很害怕,最重判是八年還是幾年 但他是七歲而已,虛靈,即是十六歲而已 十六歲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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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 我可以看到他本身來講,那個家境,父母教育 父母的情況,父母很早 這些來講,可以看到的 下一個環來講,第一個環,這個已經太陽化妓 太陽化妓,是福德宮 他父母已經是對他有離異 對他的管教少的,我的朋友差不多五十六歲的女士 他做很厲害的導師 很疼這人生仔 就是這樣 為何這個性格裡偏向拱 阿賢仔又是同他 又是不斃毅的聲音 在羅莽宮走不出來了 然後文復化的天生寵 有甘殺天生寵 換言之在這個情況裡面 養成了他有這樣的打扣 在一個